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经文的进度在创世纪五十章十五到二十六 已经到我们创世纪的最后 好快对不对 我们不知不觉讲了五十章了 那么昨天我们提到的是雅各的安葬 今天我们要看到的是约瑟的死 在创世纪的最后是提到以色列的两位的先祖 他们的死 那十五节 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 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 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 足足的报复我们 足足就是全部的 意思是说 约瑟会不会等爸爸死了之后 然后全部把过去的这些仇恨假种 一并的来报复我们 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 约瑟说 你父亲为时已先吩咐说 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 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 求你饶恶他们的过犯和罪恶 如今求你饶恶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 他们对约瑟说 他们对约瑟说这话 约瑟就哭了 这个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 意思是你父亲的上帝的仆人 他们自称为是神的仆人 而且是你父亲的神 这一位神的仆人的过犯 他们对约瑟说这话 约瑟就哭了 约瑟为什么哭呢 猜想起来 因为圣经没有说 大概有很多的心情 最可能是约瑟很伤心 哥哥们这17年来 他们还不明白 约瑟其实真的已经了数他们了 对于约瑟 他们还是有一些防备 还是有那么多的害怕 一直到父亲死了 他们才来讲这个话 所以恐怕约瑟还是 有些难受难过 不过我想应当不止于此了 还有很多的心情 也是想念父亲 也是有过去的一些回忆等等 他的哥哥们 又来伏伏在他面前说 我们是你的仆人 先打发人去跟约瑟说 之后又伏伏在他面前 看起来是真的很害怕 约瑟报复他们 约瑟对他们说 不要害怕 这显然是哥哥们最需要的 我岂能代替神呢 这个代替神 是指说 我岂能代替神来施行审判 或者代替神来赏善罚恶 意思是说 我不是上帝 审判这件事情 是上帝在做的 在这里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约瑟立下一个 蛮好的界限跟原则 约瑟的意思是说 我就是回应神的计划 你们所做的确实是恶的 但那是你们跟神的事 所以饶恕不表示放纵 约瑟的哥哥们 他们有 他们要向上帝负责的那一块 约瑟说 我看明白了上帝的计划 就是下面说的 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 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 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 成就今日的光景 害我原文是恶的 从前你们的意思是邪恶的 但神的意思是好的 约瑟没有否定 他们过去的恶意 但是约瑟说 审判你们的事情不是我 所以我不会报复你们 其实也是一个提醒 说你们自己要向上帝 交代这件事 因为你们得罪的是上帝 但上帝在你们的邪恶当中 来工作扭转 甚至让这个邪恶 介入这个邪恶 来成就上帝的美意 成就上帝的好意 神的意思原是好的 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 成就今日的光景 神透过你们的恶 来逆转成就了他的美意 现在你们不要害怕 又再次强调不要害怕 我必养活你们 和你们的妇人孩子 我不会报复 而且我会善待你们 养活你们 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 安慰他们 真的不容易 对不对 约瑟他 你去想 被这么样的 能邪的恶待 本来哥哥们是 直接要杀了他 那个恨可以多大 但约瑟到底 做了多么可怕的事情 伤害哥哥吗 其实从37上看起来也没有 就打小报告 主要是一个嫉妒 因为爸爸把财疑给了约瑟 他们想要夺回爸爸的爱 却用错了方法 当时候他们是这么样的 要恶待约瑟 所以他们哥哥们的害怕 是可想而知的 最后就把弟弟卖了 不理会约瑟在坑里面的哀哭 这个都是很铁血的 你会感受到是恨意很强的 也难怪他们会害怕 可是约瑟竟然用亲爱的话 安慰他们 所以约瑟真的是全然的饶恕 约瑟没有忘记这个恶 他还是知道的 但是他用了一个新的眼光 去看这一整个事件 各位弟兄姐妹 有没有看到一个属灵的原则 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些伤痛 还有一些被人家伤害的故事跟伤痛 我们真的是很痛苦 甚至我们没有办法饶恕的 可是我们看见 在约瑟的这个故事里面 有一个饶恕的一个典范 约瑟并没有忘记这件事 这么痛的是怎么可能忘记呢 而是用新的眼光去诠释他 用神的眼光去理解他 各位弟兄姐妹明白吗 他们的恶并不是被纵容了 好像都不用付什么代价 不 他们要向上帝负责他 我岂能代替神 意思是神自己会审判你们 但是约瑟之所以能够饶恕 是因为他重新用神的眼光 看待这个事件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也在某一些伤害 在不能够饶恕的里面 求神帮助我们 用他的眼光 重新诠释这个事件 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上帝能够在这些的恶当中 来介入 来引导 来工作 借着这些过程来帮助我们 求神给我们一个新的眼光 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 重新来饶恕 约瑟说 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 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 求神帮助我们 可以看见 神在这些伤痛 这些事件当中 他的美意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约瑟和他父亲的眷属都住在埃及 约瑟活了110岁 约瑟得见以法连第三代的子孙 马拿西的孙子 马吉的儿子 也养在约瑟的膝上 意思是过季给约瑟 这里要表达是约瑟受终 然后享福 他可以看到自己的子子孙孙 约瑟对他弟兄们说 这个弟兄们可以指他的兄弟或者亲属了 我要死了 这里约瑟他也知道他的死期临近了 在他死的最后 他说我要死了 但神必定看顾你们 这个看顾原来的意思是拜访 上帝来访 访问 领你们从这地上去 到他岂是所应许给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之地 约瑟他快要死之前 最后他交代什么事 他把父亲雅各传给他的应许 对他的亲属 对他的子孙们说 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启示说 一样 亚各叫约瑟启示 约瑟也叫以色列的子孙启示 神必定看顾你们 神必定拜访 来访 我们想到什么 后来摩西他看到这个燃烧的荆棘 对不对 上帝对他说话 呼召他 上帝的工作来了 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他说神必定看顾你们 你们要把我的骸骨 从这里搬上去 没有直接葬在埃及 也没有像雅各 葬在迦南地 所以约瑟在这里用了另外一个方法 在提醒他的子孙 约瑟死了 正110岁 人用香料把他熏了 一样做成木乃伊 把他收敛在棺材里 停在埃及 没有埋下去 他向木乃伊制作的过程 熏了 然后放在棺材里 所以你可以想象 出埃及的时候 以色列百姓其中约瑟的子孙 是要扛抬着约瑟的棺材 我刚刚说 约瑟用了另外一个方法 在提醒以色列的子孙们 什么方法 就是他的棺材停在那里 因为如果站回去 迦南地就看不到了 虽然可以 还有一次浩浩荡荡的行程 可以解释说明这个应许跟计划 但是约瑟想了另外一个方法 他就交代 你们要把我的骸骨 意思是说 不要葬进去 也不要带回迦南地区 但是要把我带回去安葬 所以当 以色列的子孙们 看见那个棺材的时候 都会问 你怎么不安葬呢 因为我们的祖先约瑟 他交代 他说将来要把他带回迦南地 所以子子孙孙就知道 因为棺材没有下葬 所有的人都在等 大家都知道 因为这个棺材停在那 大家都知道 我们将来还要回去迦南地 那里才是我们的家 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一段 在西伯来书的作者 他怎么样来描写约瑟 他信心的巅峰呢 怎么样去形容约瑟 他的信心呢 在西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二节 那里说 约瑟因着信 临终的时候 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 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 遗命就是遗言 命令 西伯来书的作者认为 约瑟的信心在哪里呢 在于他为他的骸骨留下了一个命令 那个命令就是这里说的 神必定看顾你们 神一定要造访 再次造访你们 领你们从这地上去 这一次是全部家族都要离开的 到他岂是所应许给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之地 所以约瑟他也非常的深信这个应许 他一样没有得到这个应许 应许还没有成就 那我们看到这些先祖们 他们怎么样在应许没有成就的时候 面对死亡 所以他一样叫 以色列的子孙启示 然后说你们 一定要把我搬上去 这是显出约瑟的信心 因为他知道他最终要离开 而约瑟的棺木停在那里 也让整个以色列百姓 常常提醒自己 这里不是我们永远要居住的地方 有一天上帝要带我们离开 所以他们都在预备行 这件事情在什么时候成就呢 记载在约瑟瓦记24章32节 以色列人从埃及所带来 约瑟的骸骨 葬埋在世间 就是雅各从前用一百块银子 向世间的父亲 哈摩的子孙所买的那块地 所买的那块地里 这就做了约瑟子孙的产业 买地的故事记载在 创世纪33章18到19节 后来确实出埃及的时候 是扛抬着这个棺材的 然后呢最后是埋葬在世间 一样的哈 当以色列人出埃及 扛抬着约瑟的骸骨 到最后把他葬埋了 这个以色列百姓的心会多么的震撼 多么的激动 所有的人也一同见证了约瑟的信心 对不对 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 为什么把约瑟的这个举动 作为他信心的表现 我们这里已经是创世纪的最后了 最后一章了 很特别 创世纪的最后是停在约瑟的时 跟约瑟最后信心的宣告 应许呢 其实整个应许的开始是从12章 对不对 上帝对亚伯拉罕说话 后来15章呢 标示了更清楚上帝的计划 以色列人要400年来服侍别人 将来上帝要再次把他们带出来 这个应许 看起来呢 应许已经开始成就 对不对 亚伯拉罕的子孙渐渐成为大族 那也离开迦南到埃及去了 但是还没有成就 所以这个创世纪的故事呢 他就停在这里 应许成就了一些 但是呢 没有完全成就 因为他们没有在迦南地啊 他们还在埃及啊 那最终停在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盼望 一个宣告 就是说将来 神必定看顾你们 就有一天 上帝一定会来造访你们 把你们带离埃及 那我说创世纪如果是写给要这个正要进迦南地的这些百姓们听的话 如果作者是摩西 这时候还没有埋葬在世界呢 很可能他们现在还扛台着这个棺木呢 而这个棺木本身 他就作为一个 信心的宣告 对不对 那整个创世纪 到这里 我们看到五十章 雅各死了埋葬了 约瑟死了埋葬了 其实我们在读创世纪 特别从亚伯拉罕的故事开始 跟着亚伯拉罕的一生 有些祈福 献以撒 然后以撒的故事 有个浪漫的爱情故事 对不对 雅各我们看到他的欺骗诡诈 最后他的生命怎么样 从抓者祝福 地上的祝福到抓者神 抓者神的应许 神的计划 最后我们也看到约瑟死 每一个主角死了 我们其实都有一点失落 对不对 都觉得 好像一个人的故事 就有一个完结 但仔细的想想 我们会发现 故事的主角 其实不是这些人物 对不对 意思是 亚伯拉罕死了 上帝的计划跟应许 继续再往前走 以撒死了 上帝的应许跟计划 继续往前走 整个故事的主角 从头到尾都是上帝 而约瑟之后 我们以前查过出埃及记了 我们也看到摩西 对不对 那之后 我们从圣洁面也知道约苏亚 好像这个故事就一代一代 上帝的救恩 这个宏大的救恩计划 就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每一代人 有每一代人跟神的故事 一直到 我是前几天提到的 现在的进度到哪里呢 故事写到哪里呢 就是写到我们的身上 我们正在写 一个新的篇章 那我们会意识到 有一天我们也要死去 对不对 但是上帝的计划 上帝的应许会继续下去 于是乎我们就意识到 我们一生最重要的 并不是让人记得 我们的丰功伟业了 我们这一生最重要的 是使神的计划 祂的应许能够传承下去 就好像雅各跟约瑟所做的 我们在死之前 我们最后最后所交代的 就是我们一生最看重的 对不对 雅各也是 约瑟也是 到他们生命的最后 他们所宣告的是 他们这一生 没有成就的应许 而是什么呢 上帝的救恩计划 求神帮助我们 使我们也做 跟雅各约瑟一样的事情 用我们的一生 继承了这个救恩计划 继承这个使命 奔跑一生 并且把这个计划 跟使命传承下去 而有一天 我们也要死了 但是神的救恩计划 会继续下去 一直到 祂再来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看到 《创世纪》里面 故事的主角 一个一个走到生命的最后 我们好像第三者 在那里思考着他们的生命 在查考着他们的故事 然而主我们也意识到 今天这个历史的进度 就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被纳入在整个救恩计划当中 好主啊求祢帮助我们 有些时候我们忘记 祢才是生命故事的主角 我们这一生在抓取 我们这一生在奔跑 我们这一生盼望人 知道我们的丰功伟业 愿主祢怜悯 好叫我们知道 祢才是历史的主角 以至于我们奔跑 是为了回应祢的救恩计划 我们传承 我们也 把这样的救恩计划 传承给我们的子子孙孙 求主让我们明白过来 也叫我们在这一生奔跑 向祢显出忠心 能够在我们生命的最后 我们真的能够说 我们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 要守得到我们都守住了 愿主祢使用我们一生荣耀祢的名 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